碑文 這是黃法大師紀念碑的照片 以及他大概的一個位置 而這是日時期 那個黃法大師演的一個照片 是由民眾一句體報表所提供的 那這個是這個照片的角度 就是一樣在參道上 往這個石窟上拍攝 接著是第二個主要石窟 是大師撥戒不動明王石窟 以及其他大師上的 在各範圍內的一個位置 這是不動明王大師15年的碑文 在這個石窟的下方 而這是目前的那個石窟的一個大師的位置 而這個是日時期的同樣一個方向的一個位置的照片呈現 由民眾在體報表上提供 而這是目前這個參道的一個照片 在同樣一個方向這個參道的照片 這是在日時期所拍攝 也是由民眾在體報表上提供的 而這是目前十二龍線的一個移構的狀況 而除了這個兩個石窟之外 還有一個大正船石 以及台灣耀文性符 而在這個地級地存符上 可以看出它大致上的位置 跟我們主要這個範圍的一個相對位置 是在這個地存符寬地的這個範圍之外 尤其是大正船石是離這個範圍更遠 而這是那個大正船石的現況的照片 包括這塊石頭 以及這一個石製的一個小型的建築 而這是在日時時期的一個照片呈現 可見這個石頭跟這個建築的一個樣貌 那跟大致現在沒有太大的變化 而這是那個台灣耀文性符始 文化市場下的評估報告請委員參佐 目前這個所有權力保存醫院 因為它在會判時有出示意見是 希望這個本府文化取向 該處申請土地租用的事宜 而在那個登陸範圍的影響屏幕上 因為這個陣營中的那個 植石附近景在於山區 觀點事實上比較不容易 那除了這個大正船石之外 主呼及其他附近設施 是集中在剛剛所標示的這個 坐標準的標線內 而目前的現況呢 就是大致上是由一些信用會前往去 供奉登陸後對新方上 及那個危機的影響 主辦一請同意登陸北投區 真言中石固建築圈為歷史建築 一名稱真言中石固建築圈 二種類其他設施石窟 三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的單縫三類 四歷史建築跟其所定做土地 範圍和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紅髮大師 岩石天基 波青不動王冥王石窟 部主設施包括紅髮大師紀念碑 參道 含奉獻石柱等 船石 台灣要永遠幸福石 建築國作動土地為 台北市北投區 楊寶段 一小段116 跟120 地號等兩筆土地上 而實際保存 面積須以保存 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陸裡有其法令依據 以真言中石窟建築群 主窟包含紅髮大師 岩石窟及波青不動王石窟 主窟著石壁為神龕 分別奉獅紅髮大師及波青不動王 周邊上有奉獻石柱參道紅髮大師紀念碑的 為名字與大正時期 由日人向捐制製不同時期的石照雕刻物 呈現日治時期佛教石雕記憶 具保存的價值 二 建政日本佛教在台發展過程 以日治時期北樓溫泉開發史 具地方歷史文化利益 三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被子審查機 主辦法第2條第一項第13款登陸基準 二 本案提醒本 審議會審議一併議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目前有民眾提供意見 表致於各為人搓上 請各為人參佐 有登基發言 有一位登基發言 林芬玉小姐 請角落時間三分鐘 不過我想 我首先念想的小姐姐她說 我一多的 那掌握事情一樣是三分鐘 本人請代表蕭文學先生 本帝報人暫時發言 本帝報人資料為 曾延宗台北查工獎石窟建築群 事故文化成為承辦單位 並非專業委員 請募任意更改 提報名稱 然後 蕭文化成為 有部份委員認為 曾延宗台北查工獎石窟建築群 應該登陸為文化景觀 但是提報人在此有不足的意見 她認為說文化景觀本來就是 有古今的歷史建築群的價值 但是必須要思考到文化景觀 在文治法案中 對於被破壞的情況沒有保障 也沒有罰則 而且她在那個 她的委託書裡頭也做了一張照片 我不知道各位委員手上是不是有講到 因為已經有了被破壞的跡象 因此她認為叫 提報為建築群 較為適當 第二點呢 固然有文化景觀的特色 但是文化民可以考慮 將北同諸多二日統日本宗教 所造成的文化景觀先行做調查 建議範圍是否應該包含了 胡濟室 胡棟民王石窟 還有石窟建築群 接納都較為適宜 然後本案呈現石窟造型與石窟裕造型 皆是建築的樣式 第四點 恢復無形文化資產 林鄭文化委員有助 本招案相關的步驟 請同時考慮 尤其是無形文化產生類的問題 以上是蕭文杰先生所提的意見 再下來是我本人 林鄭與我所補充一些意見 我補充的文化貨物人士 自我有拿到國中規模資料 我在附上兩張的照片 再說明這個洪法大詩詞 在北投的定位子 那首先呢 這個洪法大詩 剛剛我們知道他是那個 從中國拿了命中的典型 所以國軍回到日本之後 然後才成立了這個 這一點中開始傳法 那之後呢 中國因為宗教受到破壞 所以但是因為洪法大詩 將這個宗教傳到日本之後 而延續下來 之後台灣在日本的往生之下 也傳到台灣 所以在台灣的 在宗教圖上是具有相當的意義存在 那在1896年就已經傳到台灣的這個了 這一點中呢 在1910年就在那個西門町 也就是現在的 中國公的那個位子 做了那個 那我剛剛說剛剛是替那個 代發言是三分鐘 現在是我發言 我應該也有三分鐘的時間 以出席為准 不能這樣 叫說我是代表兩個人的法力 不能這樣說 你今天主張貸的 不會 我們會就開不完 所以我們說是你們出席的為准 這個我們這個 登記發言有規則吧 解釋一下 抱歉 因為剛剛您發言的時候 我就已經先提醒 就以出席為准 您代表是掌握三分鐘時間發言 不好意思 這個 那您的書面資料 其實我現在就在看 第三點你的書面一天在這裡 我們都看到 你已經念到第二點了 對不對 告訴我們第二點 第三點 第四點 所以您用理解 反送的那個 那我瞭解了 OK 那請最後給我一分鐘 我們這樣破壞的解釋 未來 剛聽到那個 各國委員在討論 電視最多的事情 有很多人主張說 你外觀來快篩 對不起 這不是流感 用量體溫來快篩 我們只看建築外觀 你又落入了建築學者的思維 而沒有看到它的歷史價值 那這一棟的歷史價值 並不會表現在建築的外觀上面 沒關係 所以請各位多視為觀 文字保護 如果任何的意見 隨時都可以都換 好 謝謝 謝謝 其他還有電梯 林務局 我們的意見就是 這邊因為 這個歷史建築要指定的部分 涉及我們的俠館 三列寧久 古沙漢子及風景堡 安寧 那如果說這個案子 如果審議 依據文字法 相關推定 定為歷史建築獲基的話 因為我們任務局 它我們不是五級管業的兩部機關 那為了這個行務群 能夠得到 比較好的管理能力 所以也要請 我們的資產公司 就請 國礦局正面 可以向我們申請出用 或使用那個 反圍 來做妥善的管理 謝謝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完畢 好 我們是對這個案子 都會有什麼資料理好 我們現在是規劃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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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崗勒 睡覺 歷史佛 規劃 那今天其他好多沒來 所以要去 vec 先棋 簡單來講 因為這些房子 兩個石窟 再加上很多其他的石柱 石燈籠 殘兆等等 因為善骨的 有些也靈散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看法 可能是改成文化習慣比較好 不過因為現在文治法的審議程序 好像不能這樣子 就是說他提供五基 我們就能夠五基的管理來處理 不能再把它改成文化習慣 除了另外一個會議 看來應該是這樣 老師 如果今天覺得是文化習慣 然後重開一個宮領會的程序 下次才可以審 所以他今天審就很期待 應該這樣講 如果要給的話 對啊 就是可以或不可以 但是這些其他委員都沒來 反正其他委員大部分都反而都文化習慣 這個也就有點麻煩 那當然就五基的觀點 當然我覺得兩個石窟是應該可以達到標準 純屬會變得了 我們在另外那個北童那邊也有類似的狀況 所以就 但是因為這樣子 其實大概登記起來會比較麻煩 跟其他的這個叫做什麼石燈籠啊 然後才能夠散步看比較沒有 有些導遊有些壞的等等 所以要處理起來 技術性我覺得會比較複雜一點 比較難一點點 所以也未嘗不可啦 就是文化景觀以上的為主 把這些核心的這個建造物呢 都可以說明 但是五基呢 可以是那兩個叫做 叫做死豬的為主 這樣的方式可能會比較恰當 其他委員會只要 那個台灣要幸福那個 那個是舊的東西 舊的科嗎 因為從字體上面來看 因為我們現在的標的裡面 有把它列進來 我要用相關的資料證明這一個 因為看字體其實應該都是後來的字體 而且從那個用詞上 也是最近幾年的用詞 它是舊的嗎 有一點懷疑 那你有沒有我覺得再謹慎一點 這個部分先不要拿進來 因為它其實落款相關其實也都沒有 這個人 我想這個 曾圓中 在整個在日本佛教來講的 它不是具現於一種的 而它是 為什麼很多老師把它列回文化形觀 因為它是一個朝聖的東西 還有一個產域的精神 所以這是在文化計畫的軟體的事情 它覺得不是 它甚至它的範圍不只是北洞 包括臺灣的執地 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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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也是在那方面 所以像在日本主要是在四國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它沒有這個回巡回 很可惜現在臺灣這種作標過程 沒有 已經沒有了 文化情況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它是一個活的 所以日本四國是所謂的合成員 所以它只會 它沒有任何活動在 臺灣現在就沒有這麼活動 是比較遺憾的 但是這個景點 我記得好像上次到明紀中 互不常識的時候 因為我建議 它那個範圍 那個都是屬於的 就是如果 我是覺得這個 我們使我今天的展望一下 真正我們要把這些東西 把它做成調查 都有哪些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擺在這個山裡面 還不至於找到很快的佛灣 那反而是明紀中的很多的這個 石像 石像都被偷了 甚至被賣到這個 古洞市場去 那我們應該要把這些佛像佛式 能夠找到一個相關單位 把它能夠做的調查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然後把它這個 如果要六個文化情況 我們講很多問題 然後我剛才提過 它是一個路徑 是一個場域 它其實不是一個電 那我們能夠把它的路徑 跟場域找出來 然後再把它的環境 那範圍確定 好 以上的可以 謝謝 謝謝 給個人分兩點 那第一個 剛剛伊老師提任那個部分 你要不要討論 估計 因為其實這個會 人家會爆 就是因為最近 有部分的人 對日本文化的不了解 其實已經有破壞行為 那這個是一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 文化景觀 剛剛 學老師建議的那個部分 這個地方當然可以做 就是我們重新開始按程序 開空庭會 那那個程序重新再走的話 大概至少要半年以上 半年以後才會有 要不要登入文化景觀 然後整個範圍的問題 會有兩個部分 但是 確實剛剛民眾講的那個 文化景觀沒有什麼 法則的部分 也要請老師了解 因為現在其實 我們上去的原因就是 有破壞 然後另外靈記那個部分 也要跟老師報告 那個可能另外的案子 我們其實也再麻煩 劉宜昌老師 在那個 全國的那個 古蹟意志的委員會裡面 我們是比較希望 原山要做一個上位計畫 齁 齁 靈記那一片也在原山裡面 其實有很多大底石都被 被誤用 其實那個展示方式也不是對的 所以那個 可能要分開來討論 東訊老師 來的問題 因為今天我們如果討論的話 他一定是暫定 是暫定在我們之間 也有一個報告 第二點 我們覺得 上京外景 可以多一年嗎 可能 我們要報告去年期 不過我們啟動才開始 另外一個 等下 我們就不可能 趕緊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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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彥宗 曾彥宗像林教授講得很清楚 他是從中國傳到日本 但是日本被報復下來的東西 從日本再代表他 這三種思想還是一個佛像 我想我們台灣做了佛教的戰盪 佛教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的聯名心 防禦關心 我們還是從這個主題去教導武衆 而不是軍國主義 他的東西絕對不是一個日本的軍國主義 而是日本佛教的 我們講過去的大神佛教 從任何傳到廢戶的獎金 這是定位的對不對 要先宣導 誰都要有持續的問題 我是非常支持宣導 因為像林濟寺 我覺得廟方的人當然很重視那個大神寶貝 但是對於那些石雕 他們常常就是隨便做 下面用一個水泥 然後柱子也不管 所以要怎麼樣能夠對於這種非常 minor 小的 可是又是跟場域有關的 做一個更完整 我覺得教育宣導 還有有人要去 應該去用一個平台 要有技術人員去協助他們 不過各位如果去看林濟寺 我想留意他 馬士兵也會很偷盪 他自己隨便幹 違章一堆 顏色亂七 都沒有辦法跟那個骨氣相配 可這個問題就變成我們 不曉得誰可以解決 因為廟方就做了 他也不會知會我們 他也不需要知會我們好像 所以各位如果去看林濟寺 其實真的會很偷盪 其他人的指標 這樣好不好 就是說如果像琪琪 針對這兩個祖庫 對不對 那今天 是不是要鼓勵先給他身份 文化警官的部分 我們再按照每個建議 盡動上來的這些程序 在宣導的部分 我們同步請文化區來做規劃 那剛才林濟寺提的 過期限 在食物跟法理上面 那文化區就拿來商量 就主管的這些立場 就是當然不會是因為做林濟寺 不會 那全部會實施的來接手 他也可以 他編個預算 我覺得我們應該還可以接手 就是說 但是你有預算以後 按照過去的說法 不如是可以做專業派會 不會的話 都可以做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可以武漢瑜 可以來跟林濟寺來做最好的 就是當中 如果可以的話 那這個兩個祖庫 老師 老師 我也想講 這個是爬山 那天爬的是很辛苦 那些決心 也不想算正向還是 爬的 爬的一吹風波的方向爬 那所以大家爬完大概延遲地區 去處理會後面討論 那如果現在看這個報告的27頁 主角當然是死不來的 那再加上可能翻過來28頁 文化大師紀念被演變算 那因為其實它的破壞比較大 所以沒有去把哪一個跟哪一個關聯在一起 所以有時候 那天大概 我猜大概大概有一個便宜救世 就是乾脆就用翻殼在搬起來 就全部把它們掛在裡面 就看這是八頁 參道奉獻 這個案子說都跟食物有關係 所以